今天上午在石門區台電和一場由新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物館局局長主持舉辦盒子燃料乾式儲存設施 新建品質第十次民間參與訪查活動 原人會物館局局長表示 這一趟的訪查活動主要是了解和一場在乾式儲存設施的防護安全性 以及各項數據 而現場也邀請石門區的里長們一起參與聽取簡報 包括通報被應用對證 然後被議長已經建立完整的查證跟作業程序 那如果不適合議長的時候 已經具備管制跟處理機制 那中和上市的這些條件 那麼非常被確保乾式儲存設施的燃料 讓這些代表實際的了解 這方面台電公司執行的是不是都有依照規定來做 同時對原整的監督作業方面 有一個實際的了解 提出建議 最重要的 我們提供親密的輻射政策儀器 讓這些訪查的代表們實際來使用 原人會表示 這一次看到活躍場所提供的安全檢測 在未來乾式儲存設施啟動之後 也希望可以將這些數據公開透明化 藉由網路的方式讓全國民眾都能夠隨時點選 監視這些乾式儲存槽的溫度 氣候環境以及輻射量的即時數據 只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讓我們核安管制的作業能夠透明化 所有的資訊都是公開化 讓民眾地方的代表有實際參與的機會 我們特別要求 在乾式儲存設施的環境輻射偵測方面 將來所有的資訊都要對外公開透明 那有些環境輻射偵測包括這個溫度等等的 將來要在網路上24小時即時性的對外公開 這一次的訪查活動主要是由原人會 依照台電合一場合肺料乾式儲存設施 啟用前的例行性訪查 因為身為一個監督者的角色 希望能夠了解各項細節是否完善 不僅是今天提供在場的里長們 一人一個精密的檢測儀器 也希望未來在啟用乾橱之後可以隨時監督 謝謝許斷義師們採訪報導